大家好我是劉哥 這一場是美娜的排位場 常常都看到人家玩大象輔助甚至薩尼還有沃瑪爾這些居多 那比較少人拿美娜來打輔助 甚至把美娜來打排位 當然也是有啦 但是也是少數中的少數 大家排位基本上都直接搶沃瑪爾 甚至直接聯賽你們都可以看到 他們直接就把沃瑪爾給BAN掉了 因為沃瑪爾真的是非常強勢 那美娜呢 其實美娜他有不錯的控場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啦 在射手崛起的版本裡面 美娜他的二技能的勾似乎就會比較短了一點點 因為射手他的攻擊距離變得非常的遠 非常的長 導致說你要勾到他基本上會變得難度比較那麼難 那這一場我們就可以一起來看到 難度到底是會比較難還是怎麼樣 那我這一場的裝備以及奧義呢 都在畫面上的右上角可以看得到 那接下來我們又要來熟悉的鑽石五秒鐘 那慢慢在用你五秒鐘的時間 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點個讚 並且打開你的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感謝你們的幫忙以及支持 這邊我莫拉快要四等 所以我來蹲一下這個草 好果然蘿兒走進來 我直接一個勾 這個鐮刀 神勾啊 直接勾了進來 直接把他 KO 拿到了手殺 雖然這個手殺我其實 不是很願意拿 但是怕夜長夢多 像蘿兒這麼會用二技能跑來跑去的一個傢伙 所以我 就是直接 打就對了 那當然裡面也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我在一等的時候 不直接點一技能 這樣幫我們打野 不是會比較快嗎 因為 可以看到我剛剛的等級喔 一個輔助跟著一個打野 常常等級只會卡在一等 要上兩等的話 一定要去 可能吸到一個隻 野怪的經驗值 或者是 吸到冰心的經驗值 才會上到兩等 所以 在我們只有一等的情況底下 我的技能 比較好的情況 就是要點 2技能 這邊看到一個兔子喔 想說閃一下但是 這個 美娜的造型 好像還蠻寬的 還蠻肥的 你看他的翅膀 那麼大一隻 那不知道是不是翅膀 感覺像是啦 既然我們在右邊的草被發現了 我們就換來蹲一下左邊的草 但這個蘿兒好像也是 不太敢過來喔 我蹲了這麼久 他也是沒有 半個人已出現 那我們只好往凱撒路走囉 看一下對方野區 也沒半個人 難道對方知道我們在蹲嗎 我們的莫拉發一個集合 所以我又來上面這個草蹲 喔看到囉 對方野區 來了一隻 沃瑪爾 但是我勾不到 雖然我第一件裝備是出了鞋子 但是沃瑪爾 現在也是出鞋子 那我這邊往莫拉這邊靠 因為莫拉在刷完大招的時候 是他最弱的時候 所以 我會來幫一下 我們的莫拉 那請 請騎的時候 我會幫他開一個大招 好這邊抓了一個兔子 開了一個大招 幫他牽制 接下來這個蘿兒 你要來下一個 美味的水餃嗎 但是我們的血量狀態都已經不好囉 畢竟對方 一個一個來啊 那我們血量真的不好 那我 我也是不想進去 衝塔送頭啦 我進去一定是送頭 那隊友其實也是 不太想要進去打 所以 我們就沒有進去啦 在我們準備回程的時候 看到中路 有一波小碰撞喔 我勾一個大象勾到了 雖然我開始大招 可是對方的大象 有大招可以解控啊 大象真的是美娜的克星啊 所以這一場美娜應該是會過得 非常非常難過吧 那既然殺不到大象 我們只好回程 補個狀態囉 補好狀態 再上 因為美娜大招的關係 就是把附近的人 嘲諷 強制攻擊自己 所以我的第二件裝備 我會選擇火甲 因為火甲剛好他的特性就是 燃燒附近的人 那對附近的人灼燒嘛 這剛好符合了火甲的一個要點 便勾到了莫瑪爾 以及蘿爾開個大招 我的一技能冷卻好之後 用了一技能沒想到拿到了雙殺 達到了大殺特殺 其實這不是我理想的啦 畢竟美娜他還是一個輔助 優先把經濟讓給我們 需要裝備像莫拉這種需要裝備的輸出角 是會比較好的 但是我玩美娜 就是有技能就開 剛剛也可以看到 技能好了 馬上就開 看到人就開技能 也沒有在留招什麼的 其實應該也不算是尾刀吧 美娜最近比較多的拿出來玩是因為 好像他在上個版本改版之後 他的被動 被人家攻擊的時候 會 像用一技能這樣回答別人 他的技能傷害變痛了 所以變成說美娜他的傷害不像以前一樣 怎麼用一技能對方就是不會痛啊 在這版本裡面 他的傷害是有增加的喔 那這邊我想要勾兔子 勾到了直接開一個大招 隊友直接跟上 秒掉了一個兔子 那 能勾到兔子 這是最理想最理想的狀態 畢竟我們剛剛是反野 然後就是 殺一個措手不及 才勾得到兔子 可是如果在真正的會戰裡面 我們要直接勾得到兔子的話 基本上是有難度的 因為兔子也是會閃的好不好 看到一個美娜過來一定會閃 再加上 對方的大象也是會開大招 去幫他們的隊友去解控制啊 勾一下 大家沒勾到 那在中塔蹲了一下 那我的二技能在CD 這個中塔是不是可以破呢 不信了中到兔子的一技能 這個標槍 很會喔 那這邊發了一個集合 看到對方有人buff 可是對方的莫瑪爾 也是有看到我在打耶 喔這邊幫 藍buff擋了一下 標槍 那在用大招直接把兔子 嘲諷到自己這邊 那我跟著 莫拉這個默契 可以說是非常的十足啊 可是蘿兒傷害也是很痛啊 直接就把我帶走啦 那我這邊用一個人頭 換到了四個人頭 很賺耶 沒辦法 這就是 輔助坦克的悲哀啊 每次就是 要我們去犧牲啊 但是沒辦法 我們既然選定要玩這個角色 我們就要 承擔接下來的命運 就是 這個命啊 就是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命 當然 身為一個美娜 常常看到很多人玩美娜 看到有人就直接去勾 那不理會 隊友有沒有跟上 然後就幹假說 我勾到了啊 為什麼隊友都不來 當然有一個情況就是 隊友每次都自己打自己的 誰管你 誰管你死活啊 也不管說你要不要 你有沒有抓到人 那當然 都是有可能的啊 這兩個 這兩個問題 都是會有可能發生的 那當然完美娜 最好最好的方式就是 要比較能跟 隊友溝通 當 隊友不跟你的時候 你就要 可能要打字跟隊友說 誰誰誰 你可能要跟著我一下 因為我勾到人 我可能會去勾人啊 之類的 就是要比較理性的去溝通 畢竟如果我們直接開麥 直接要幹掉下去的話 隊友可能就直接 有沒有 玻璃心就直接 碎滿地 就掛 對方藍buff又出了 我只一個大招 控到了三個人 大家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二技能 不去勾兔子 因為我勾兔子 可以說是 自殺式的行為 你看這個血量 如果再把兔子往前勾 我就會暫時在殺場上 所以我剛剛不打算勾兔子 只勾對方的 我媽還要另外一個 那兩個人 所以 這就是 要 有時候也要保護一下自己 不能讓自己永遠每次會戰都死 在能不送頭的情況底下 完成一個漂亮會戰 這才是一個漂亮的輔助 當然有時候 輔助能犧牲的時候 要犧牲的時候 還是要犧牲 不能說我今天 殘血了 他隊友都 整天被打 有時候 你在殘血的時候 幫 我們錦拿 甚至 假設有錦拿 就幫他運一下 可能 就會逆轉 也說不定 所以有時候 都要一戰場 上的情況 去做判定 他這邊發現了一個 愛里 這是一個預判書 想說他應該往下跑 不過 我們的莫拉 直接 對啊 刷一個大招 直接 把他KO 帶走 我們要來拆上塔 兄弟們 我們上 可是我們炮車 只有一點點血 我這邊本來不想扛 可是隊友都直接衝了進去 也太兇了吧 所以我就接手來扛 做防禦塔 因為如果 有時候 在隊友比較沒有溝通的情況下 我去扛了 結果隊友不進來 他是不是會白損血 他沒想到隊友進去了 這也是出乎意料喔 沒關係 這邊盾一下草 被對方大象發現了 這邊 我們有三個人 我在想要不要開戰 那我還是不選擇開戰 畢竟對方 好幾個人都在附近 在塔下開戰是非常危險的 再加上莫拉是需要一個刷四下的英雄 這邊勾沒勾到 因為兔子實在是打太遠了 我還沒勾到他之前 他都已經射我兩個標槍了 太痛太痛了吧 這就是 射手崛起的一個版本嗎 什麼是才要換到輔助學起 我們的坦克崛起 怎麼都不改一下勒 對不對 我們的齊爾已經上了 那這邊往後拉了一下 畢竟對方都在塔下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他拉出來 絕對不能我們直接進在塔下裡面 我們直接在塔下會戰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 看到有人出來 我們再把對方勾過來 這才是最明智的會戰 像剛剛那一波 我們不選擇塔下 塔殺 選擇塔外殺的話 我們是一個 零換二喔 這邊被兔子勾中了 勾一個大招 兄弟們我們上 直接把愛理解決 這就是我說的 我們只要不去塔殺 對方一定會 經不了我這個殘血的誘惑 一定會出來殺我 那再加上我身上 是有殘留一個治癒的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要等待 我們殘血 最殘血 最殘血的時候開 對方一定會出來打你 又是一個勾 那實在是勾不到 對方都知道有美娜 就不出來 不出來給我勾 現在我們就是要 去推更多更多的兵線 可以發現到 我們只有一條兵線 中路兵線進去 是完全不夠的 所以我們只能選擇 三路一起推進去 這樣防禦塔 才是有可能 可以把他推得掉的 好這邊擋了一下 他抓了一個大象 因為對方一定會守塔 所以我來這邊 直接中路攔截 對方的射手 完全都不敢出來 直接的跪在內塔底下 對方兔子真的是 跟我保持安全的距離 完全就是動不掉他 那他要動我 其實 動得到 因為他攻擊距離好長 你看 我要勾還勾不到 可是他還射得到我 這會不會太誇張 因為幫隊友開了個治癒 可是隊友基本上都是 扛了好幾下主堡 喔 這邊我們有個炮車 直接打主堡 我們炮車怎麼這樣 重看不重用 扛了一下 結果我跟莫拉雙雙震亡 那這個被愛里撿到 哇 我們的 馬洛斯 馬洛斯撐住撐住 有沒有機會 哇沒有機會可以反殺 這個愛里其實是蠻肥的 這一波 讓 愛里拿到三殺 果然是一條兵線不夠 剛剛我反想說 我們還有一個 僅存了一顆炮車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直接就 一舉拿下這個主堡 沒想到這炮車真的是 重看不重用 會他還是一台炮車 扛了兩下主堡就沒用了 沒路用 摇頭 白眼 這邊再蹲一下 畢竟 我們兩方還是都沒有 打掉主堡 最後對方都有可能 可以把我們逆轉 我們現在已經打到後期了 雙方只要一波團滅 都有可能會造成 一波的 直接推到 對面好像都想跟我們打塔下 都跟我保持有一定的安全距離 中路有沒有機會可以推得進去呢 那我們現在不選擇推上路跟下路的兵線 都卡在中間的河道那邊 中路有沒有機會呢 這時候隊友都想打 想說去勾一下對方後排 可以看到我的二技能完全都是勾不到 我的距離完全勾不到 所以 進去塔下又出來了 可以發現兔子不斷的在黏我 超級無敵痛的啦 兔子開了大招 打坦克真的是超級痛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波 僅存一隻其二 會不會太扯啦 哇我們這一波真的是死三慘重 那對方選擇是分推 愛你推上 然後他們推掉我們 一座中路的防禦塔 那我們也是直接復活了 OK 我們再戰沒關係 應該還是有機會 對方選擇吃凱撒嗎 我們現在馬上跳過去 喔對方艾琳拿下了凱撒 這邊還要打嗎 這邊往後繞一下 沒關係 齊爾我來保護你喔 齊爾這時候往上跳一下 那我開了一個大招 剛好被羅勒的二技能躲掉 那雖然我們幫齊爾開一個治癒 但是我們齊爾還撐不撐得住 看來還撐得住 這邊再幫齊爾擋了一下 這個沃瑪爾 再勾 開了一個大招 喔這邊我選擇往上跑 其實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們往下跑的話 對方會順勢的兵線 直接推掉我們的塔 如果往上跑的時候 等於說 間接的幫我們的塔 拖延了大概10秒到20秒的時間 那就是 等待我們隊友復活 剛團滅的時候 就要一些比較 特意的舉動 例如像我剛剛的舉動 就是幫隊友 拖一下這個時間 應該也算是 輔助的犧牲小偶完成大五吧 雖然 也不算是什麼大五啦 但是這個拖時間 這個舉動 其實是比較高端的舉動 相當我們打的時候 會想說 能不死 則不死 但是拖時間 也是另外一種思維 你們想想看 因為 團滅的時候 比較 對方比較容易 一波直接推到家 可是 當我們拖延他們時間的話 這樣子他們少了 可能10秒 我們不要說10秒 5秒就好 5秒 他們可以推掉一座 高地防禦塔 可是 在5秒 這5秒裡面 被我拖住了 那是不是 這個防禦塔 就比較輕鬆呢 那邊探了一下草 看到一隻艾莉開了個大招 但是艾莉跑得非常的快 因為他有 他的2技能 三段瞬影 真的是跑得非常快 沒勾 沒勾到 畢竟對方可以發現 兔子離我們可以說是非常距離 而且 我們又是打一個 比較利也式的戰 我們想要去拆防禦塔 可是呢 這個防禦塔塔下 真的是不好打 再加上 對方已經肥了 那因為我們打到大後期 雙方的裝備 都有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現在要打的是什麼 就是 團結 當我們在打單排排位場的時候 只能打個人秀 那頂多比較好一點 就打到團結 可是當我們在打5排的時候 就要再多加 就是 套路 所以常常看到人家 5排會比較好打 其實 不一定 有些人他 比較隊伍裡面 他們會使用一些套路 讓你就算有技術 可是前期中期 就用套路去打爆你了 這也是常常勝負 勝敗的一個關鍵喔 那現在我還是選擇來去分推 分推一下上路 那我們中路一條兵線絕得進去 我已經說過N字了 是不夠的 對方手塔 真的是守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對方又有大象 我要勾 我要開大控 也控不到 這要怎麼打 這邊躲了一下 兔子的標槍 這邊再勾一下勾大象 還是勾不到 因為大象開了一技能跟大招 都有這個 技能的免 技能控制的免疫 再打得進去嗎 只能靠我們莫拉去刷四下啦 好 我等你 我等你去刷四下 這邊中路看了一下 中了兔子 一技能 喔 喔唷 我們莫拉刷了一個大招 這邊我們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路 下塔 這邊還先不要打進去喔 我們現在兵線 非常非常優勢喔 我們現在三路兵線 都到齊啦 好下路兵線已經來了 我們優先進攻防禦塔 所以我打這個防禦塔 我發了一個集合 可是隊友來的時候 對方資源已經到了 這邊開一個大招 控到了 對方愛里 以及 蘿兒 往後拉 往後拉的時候是因為 對方手打真的很強 塔下我們真的會輸 所以 我選擇的是 往後拉 我是一個殘血誘惑 對方應該會比較想要來 後排殺我吧 沒勾 沒勾到蘿兒 這邊 幫隊友開一個大招 控制住了 沃瑪爾 莫拉你快跑啊 我這邊 雖然是走錯的地方 但是我莫拉非常的秀 一個人秀掉 兩個人就是 莫瑪爾已經大象 這邊我再開個大招 幫我們的莫拉擋一下 看莫拉好危險啊 喔 真的很危險 那我們莫拉又刷一個大招 這邊對方死了四個人 那我選擇的是回塵補血 因為對方還有一隻兔子 感覺 我現在感覺就是攻不進去 可能要再打一波 但是我們莫拉是非常秀的喔 他直接去跟兔子 對決 好不好 我們莫拉順勢的中路兵線 跟兔子對決 哇 莫拉直接KO掉了兔子 但是兔子有復活架 復活架 然後兔子復活但是 他守不住 主堡 莫拉攻擊力非常的強 直接順著兵線 KO掉了 主堡 終於贏得這場比賽 哇 排位場 就是那麼難打 要打這麼久 選角時間又這麼久 這場我們打了20分鐘 拿到了20個助攻 剛好都是 2-0 秒數也是0-2 哇 2跟0 我真的是 蠻融洽的 那這場美娜 就分享給大家囉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 可以選擇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